集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全场肃力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绍仙队员代表现唱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之后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花篮摆放完成之后 习近平神情肃穆地走上前去 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绕行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圈